男孩忍受不了校园霸凌跳桥自杀 却意外被底下的黑帮老大发现救了下来 可两人还没缓过神来 黑老大就不幸被迎面而来的卡车撞倒死在车步路下 但奇怪的是黑老大的灵魂静和男孩发生了互换 导致他成为了高中生的模样 黑老大看着眼前的脸还以为是场梦境 可这时门外却传来自己小弟的吵闹声 小弟以为男孩害死了黑老大便找上门想讨个说法 直接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此时清醒过来的黑老大得巴 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在做梦 很快两名小弟就将他拉到了灵堂面前 逼迫着男孩向自己的老大道歉 可德巴看到自己的照片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愤怒地推翻了桌面的东西 德巴拼命向小弟解释自己的身份 可他们却以为男孩不知感恩又教育他一分 好在帮派会长的阻拦发话下 才让小弟们将男孩放走 但德巴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他来到了太平间找到自己的尸体 想重新互换回灵魂 奈何旁边的法医以为男孩是来闹事 便直接将他赶了出去 晚上德巴再次来到天桥的位置 想重现当时的场景 却不小心摔晕在了汽车顶上 等他再次醒来 却发现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身体 并且还摔伤了一条腿 德巴急忙询问医生黑老大的葬礼情况 可他昏迷的这三天早已经火化了尸体 无奈之下德巴只好接受这个结局 开始去适应这具瘦弱的躯体 而这时德巴通过平板里发现了身体的主人 李献是学校的一名有钱高中生 可没想到的是李献在学校里 却一直遭受的同班校霸的欺凌 在刚开学时 他们就逼迫李献去偷拿家里值钱的红酒拿去售卖 但慢慢的越来越嚣张的校霸 便开始要求李献去帮他们偷珠宝和华子 一旦李献表现出拒绝就会遭到无止境的殴打 而这天李献只因为在班里多看了同学 士金一眼就被校霸伪造成了跟踪狂 所有的同学见到李献就会逼而远之 甚至不尽兴的校霸 还会将李献当成他们课间娱乐的玩具 饱受折磨的李献渴望路过的士金 能为他出手相助 可他却冷漠地离开了现场 此刻看到李献日记的德巴气氛的 将平板撕成了粉碎 决定要为他复仇 可第二天一名女人却来到医院 找上了男孩怒吼着 他为何要自作聪明选择自杀 还埋怨起男孩的财阀母亲 已经够他折磨得没想到 就连儿子也弄出一个烂摊子 原来李献的母亲是财阀集团 董事长的二任妻子 也就意味着她是一名私生子 而这个来训斥 她的女人正是财阀家族 董事长的女秘书 于是德巴出院的第一时间便来到了 李献的财阀家里了解她的身世情况 她从保姆的口中发现了 自己的亲生母亲每天都陷入到酒精的麻痹当中 可李市长最近一直在照顾着原配夫人 所以家里都由女秘书来照料着一切 而女秘书每次来家里时 就会带一堆酒过来 故意想让李献的母亲成为酒鬼 为了能让李献翻身德巴便来到了 李发店打算先从自己的外貌开始做改变 重新剪了的清爽发型的 她又来到了图书馆 想阅读一些书籍顺便带去学校 可就在这时德巴却偶遇到了班里的同学 士金于是果断地冷漠离开 不过士金却热情地向他推荐了几本书 让德巴以为对方是名学霸 随后在两人离开时 德巴忘记自己是高中生的身份 让士金察觉到了异常 晚上德巴偷偷回到帮忙 想去安慰小弟 却又不敢以这幅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 很快到了寒假结束时间 刚来到校门口的德巴 却忘记佩戴名牌被老师拦了下来 可此时的他还没能完全适应 这具年轻的身体 也引起了旁边的校霸的注 德巴走进教室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座位 于是便询问起了班上的几名女同学 在得知了座位还没定下来后 德巴就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而这时旁边的女同学 似乎都不认识眼前的男孩 到底是谁只感觉到十分眼熟 很快到了点名的时间 当老师叫到李线的名字时 大家才反应了过来 然而大家得知了李线也在班里 却表现得十分讨厌 跟他分到同一个班级 很快到了下课期间 校霸却满脸笑意地走了过来 正准备为难男孩 可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李线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遭人欺负的小屁孩 于是校霸们将德巴拉到了外面 将其团团为主 然而德巴是黑道出事 面对这几个高中生 他还是十分自信地认为 可以轻松解决 但没想到就在他想用的过肩衰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根本使不出以前的力量 校霸看着嚣张的德巴 直接一脚踢在他的脸上 很快就昏迷了过去 而这时德巴却在幻觉中 看到了李线正蹲坐在角落里 此时的李线依旧一份丧气 不想让德巴能为他做什么 德巴也看出他的困惑 表示既然无法回归到自己身体 会好好利用他改变一切 很快清醒过来的德巴 却发现世金走了过来 直接拉着他前往的医务室处理伤口 而这时世金道出了 他在这个寒假的期间 似乎改变了很多 也变得十分爱笑 德巴注意到了世金的名片 这才发现了 他是李线一直希望能成为的好朋友 于是为了防止自己身份暴露 德巴故意说出了自己 前几天出了意外导致失忆 可这时世金却表现得一脸 惊讶气氛的质疑 他为何会忘了自己 德巴赶紧解释自己 只是不记得了部分事情 今后还会继续跟他成为好朋友 但没想到这时世金却 一脸嘲讽地笑了出来 表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们有没有 我们的朋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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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用飲用上 我家在想叫什么 我嫁被人通胖被人通胖了 我居然的 居然在关照刘成之雪 我去世锦を交见你了 我认为你的本性是什么 成长的本性是 我叫我对这个人的思想 听她的本性是 我对他从小混合 我看她的时刻 我记得表情是 这一刻让德巴开始意识到 世金这个人似乎并不简单 为了能更快适应高中的生活 德巴打算先熟练地与女同学接触 赢得他们的青睐 德巴得知了女同学正准备去文具店购买画笔 便立马叫上自己的司机来接送 紧接着拿捏女孩的下一个手段 便是出手阔绰地带着他们吃上一顿丰盛晚餐 在德巴的一番操作下来 不仅俘获了女同学的心 更是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印象 然而德巴假冒原主人李献的身份 很快就被搬离的一名同学世金察觉到了异常 因为世金从近期观察到 发现了原本的男孩李献跟现在德巴完全是不同的两人 不过世金却以为德巴只是李献的双胞胎兄弟 才故意跑过来的学校顶替的 此时德巴意识到再这么聊下去 必定会出事 于是赶紧找了个借口逃离了现场 可到了下午 李献父亲的贴身女秘书却突然来到学校 想逼迫她转学到寄宿学校 德巴赶紧将她拉到了无人的角落 警告女秘书不要来干涉自己在学校的事情 德巴十分清楚女秘书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防止私生子的理心回来抢夺集团理产 可没想到的是您秘书却直接给了德巴一级大光 她 allowed恢复你这个人都不论 greasy 器워 带你'll ��丹부 ув英戗 渡因人都很V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黑帮小弟其实正是德巴帮派里面的一名成员 然而到了晚上自习课期间 士金却变得像苍蝇一样特意坐到了德巴的旁边 士金看到德巴解不出数学题 便热情地抢下了计算本 为他写下了答题思路 然而士金的真正目的 还是想套化出德巴的真实身份 不过德巴却想起李现曾在跳桥前跟士金会面过 所以肯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而果不其然在那天晚上 李现曾找过士金声称 要在所有人面前曝光他的本性 士金被吓得说不出话 随后突然惊醒了过来 才发现是自己的梦境 与此同时德巴为了加快 适应这具身体开始疯狂的体能训练 虽然他表面是个高中生的模样 但依旧改不了以前的习惯 来到澡堂里泡走 可他没想到的是 碰巧两名混混也走了进来 跟他泡进了同一个浴池 德巴强有力的手臂 死死抓住混混的大腿 向他表面了自己的帮派身份 而这时他注意到了 两人的手臂上的名字 怀疑起道上竟出现了新帮派 两名混混以为自己招惹上了 同道上的人瞬间吓得惶恐不安 不过德巴在临走前 看到如此乖巧的两人 便给了两名混混一笔小费 可就在德巴离开后 学校的校霸却碰巧找到 混混几人想加入他们帮派 而这时两名混混 向自己大哥告知了 刚才有名高中生 冒充德巴身份的消息 就在这时帮派的新老大走了出来 原来自从德巴去世后 他的七星帮派就开始解散 由他先前的小弟接管 不过就在新老大离开后 校霸却注意到了远处德巴的身影 然而晚上德巴回到家后 却发现世金来到了家里 想主动教他功课 德巴拒绝了世金劝他离开 可这时母亲突然喝醉酒 摔倒在了地上 世金趁着德巴转身 将母亲搀附回房间时 偷偷溜进了他卧室翻找东西 可很快就被赶来的德巴 撞见了这一名 德巴并不清楚 世金的目的便警告他 现在赶紧离开自己家里 可世金依旧追问着李线的下落 这时德巴直接拽住世金的衣领 质问起了他当时对李线到底做了什么 但世金支支吾吾了半天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德巴正想告诉他那玩李线跳桥的 是可突然屋外传来的母亲的吵闹声 原来德巴想治好母亲的酒饮 故意把酒藏了起来 可喝不到酒的母亲 却开始发疯责怪起儿子摧毁了她的人生 他认为当初怀上了李线 导致自己断送了自己演员的生涯 如今每天沦落在财阀家里 被圈养着让他苦不堪言 德巴看出了李线母亲的不意 便将他抱入怀中安慰 他会恢复原来的生活 随后世金准备离开时 偷偷在房间里拿走了李线的头发 可晚上世金回到家后 他却一脸惶恐地走进了家门 而他的父亲一脸严肃地在客厅里等候他多时 原来世金的父亲是一名检察官 所以他从小就被家人严格管控着一切行为 而到了第二天德巴返回学校的路上 却突然被校爸几人再次围了管 校爸们故意将以前霸凌李线的视频 拿给他看对其发起了挑衅 但没想到的是德巴看到视频后 气愤地将校爸的手机掰开了两半 校爸见对方如此嚣张 便走上前正准备教育他一番 却没想到德巴反手一头 敲在了他的脸上 痛得校爸跪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校爸气愤地站起身一拳 打在了德巴的脸上彻底激怒了他 酷 你不在乎 你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可惡 你可惡 17482人者 金雷八